曾经的她是新兵队里的十家好战士 是什么击碎了她心中的梦想 如今的她是战士眼中的无状元 却为何在反恐行动中挺身而出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李峰偏向险风行 我叫李峰 山东青岛人 1983年8月出生 现在是武警上海总队 武支队 特勤中队 政治指导员 2002年 我在家乡看到了贴在街头的征兵广告 回家之后 我看着童年时装扮成特种兵的照片 决定报名参军 然而 我如愿穿上了军装 却没有成为一名特种兵 下年后 我被分到了支队的武中队 在这里 我感悟了雷锋精神 体会了军人价值 2010年世博会 我白天执勤 晚上筹备晚会 熬夜半月 体重锐减20公斤 身患假抗 住进了医院 在那段阴霾的日子里 我自学并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法学学士 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特种兵 上次的 当兵十四年 我先后圆满完成重大活动安保 反恐处突 抢险救灾等 激难险重任务三十余次 先后荣立一等攻一次 三等攻四次 被武警部队评为第十九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上海市五次青年奖章标兵 逢敌亮剑 绝不退缩 我是李峰 黄浦江源舌山脚下 有一只远近闻名的虎奔竞旅 武警上海总队 特勤五支队 他们驻守一地 守护一方 令犯罪分子闻风丧丹 就是在这只竞旅 李峰一待就是十四年 三年前 李峰任职特勤中队指导员 一说到指导员 我们总能把他们和知心人领头彦联系在一起 而李峰既是战友们眼中的文秀才 又是训练场上的武教头 让我们去认识他 左手举枪 举枪瞄准 单手换弹夹 武警上海总队五支队特勤中队指导员李峰 带领战士们正在进行左手举枪瞄把的练习 右眼自然闭合 左手推直 如果在战场的环境下 右手受伤 不能担负射击任务的时候 战斗力就会渲弱 在训练的时候 就提高左手对枪械的操控能力 提高他的精准度 达到左右手可以呼唤射击 反恐战场瞬息万变 作为指导员的李峰 不仅讲起战法头头是道 带队组训更是十分在行 两名队员就近接近 有一名队员又回着这边 然后封锁两三门 然后同时 在特勤中的这个团体当中 我认为是军阵部分加的 因为我们有正常状态下 都有两个作战队 我负责带作战A队 李峰负责带作战B队 一些现在的一些特战训练的 一些新的理念 包括一些新的训练的方法 我们跟李峰一起研究 他不但军事数字非常的过瘾 而且政治修养这块程度也很高 在战友们眼中 指导员李峰能文能武 智勇双全 但很少有人知道 李峰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李峰出生在山东青岛 一个普通的家庭 和许多男孩子一样 童年的李峰平爱一身橄榄绿 不管我穿什么衣服 我腰间都要扎一根腰带 然后别一个枪套里面插一把手枪 小时候走到哪里都是这副装扮 他说我爸我妈讲 长大就送你去当兵 我说好 从小就有这么一种从今的情景 2002年带着童年的梦想 年满18岁的李峰应征入伍 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 那个时候那种性格也是比较张扬的 很喜欢出风头 在篮球场上啊 包括在训练场上啊 包括有一些评选比赛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演讲比赛啊 文艺晚会啊 自己都喜欢上去表现一下 李峰一米八六的个头打长腿 在新兵里不仅出众体能也好 新兵训练结束 他就被评为新兵大队十家好战士 本以为各项素质都拔尖 自己一定会分到特勤队 可是却事与愿违 当时是这个武中队的中队长 他带着新名脸 他就特别希望我到武中队 到雷锋三班去 他认为 他说我非常适合到那个班 因为到雷锋班之后 可以参加很多的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本来当时当兵入伍 我特别向往进这种 现在这种特展分队 向往天天扛枪 然后这种攀登啊 各种特展技能啊 没当成特种兵 李峰总归不甘心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一直在寻找机会来证明自己 直到上海总队组织的一次大比武 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我感觉我自己的素质还可以 在中队甚至说是可以是数一数二 但是走上特战比武这个平台之后 真的感到是人外有人身外有身 那个时候一度都有一些失落 当初的尖子兵 几次考核成绩都排名垫底 这让本就自卑的李峰心里更加难受 越是遇到挫折 我越想挑战自己 我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要一定要利用这个比武的机会 把自己的军事素质 各项这个技能要提高 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李峰进入到一种疯狂的训练状态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优势 对于窗户盘登 我有一些这个自身的优势 这个手就直接撞到了那个窗框上 无名指 这个中指 他直接就是轻易地都固扯 当时这个手不能抓窗框 但是可以练动作 可以练跳窗上窗 包括这个弯腰起立这个动作 可以去找感觉 在这个窗户上找感觉 所以说当时还是坚持了训练 一动步行爬五动 五动步行爬十动 正是这股子执拗劲 让李峰在总队的比武考核中 获得了团体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回中队之后呢 我把我自己的训练这个目标定位 也定在了总队这些高手尖子的这个标准 所以说在平时训练中 对自己的要求更加的严格 右脚踩这个台子 比武结束后 找到目标的李峰 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在雷锋班四年时间里 李峰终立六四三等功 2007年 李峰被破格体干 保送到武警合肥指挥学院 学习组织指挥专业 两年后 他从军校毕业回到武支队 就在一切看似顺利的时候 厄运却悄然来到他的身边 对于李峰来说 他要面对的压力远不止这些 接着武器 因为马上就发一了 让我自己一个人 搞一台这个兵说兵 兵演兵 兵唱兵的东西台晚会 每次回来之后呢 加班要加到两三点钟 工作量比较大 当时干净比较足 也不知道休息 时间紧任务重 超负荷的工作 让身强体重的李峰发起了高烧 发烧也没怎么吃药 就硬靠着自己的抵抗力 硬扛过去了 好了两天之后 又发烧 人在两个星期里面 就瘦了十公斤 我还记得 在举办晚会的那天 联合会的那天呢 上台之前 我提前两个小时 还挂了一瓶盐水 李峰以为 这不过是过度疲劳 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可情况远没有 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假抗病人不能剧烈运动 要时刻控制情绪 否则病情容易反复 导致无法治愈 因为身为一名军人 继承一个干部一线待兵人 不能跑不能跳 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和任务 这对我来讲 就好像判了死刑一样 每当体力不支的时候 转业的念头就会浮现出来 李峰觉得 自己还是应该再坚持一下 而就在此时 他的军律生涯却出现了转机 我叫李峰 山东青岛人 1983年8月出生 现在是武警上海总队 武支队 特勤中队 政治指导员 当兵十四年 我先后圆满完成重大活动安保 反恐处突 抢险救灾等 激难险重任务三十余次 先后荣立一等攻一次 三等攻四次 被武警部队评为 第十九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标兵 过去军事素质曾是 李峰最自豪的谈子 他曾连续五年保持中队 五公里武装越野第一名 但是2010年 世博会期间 执行安保任务 透支了身体 军事训练受到了影响 可李峰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特种兵 当年没有选择特勤 一直心存屈悍 没想到 这份屈悍在2013年初 终于得以填补 支队党委任命 李峰为特勤中队政治指导员 我们现在年终总结 刚刚结束 评文评讲 也已经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关于自己的心态 微笑多一点 脾气少一点 但是在平时的工作 学习生活中 干劲就要足一点 懈怠就要少一点 面对工作 我们就是标准要高一点 在特勤中队 没有过硬的军事素质 就没有话语权 何况自己还是指导员 看着战友们在训练场上 声容活虎 李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都是追逐名次的时候 都得相互比较 虽然病情有所起色 但是也不敢盲目的 就马上投入训练 因为要听医生的一些嘱托 那还是要以巩固 以休息为主 当时我的到年底的考核 都是不参加的 你要掌控它 然后手臂这个支点 这个支撑点 这个平衡点 大家要找到 这是我们在 柜子举枪的时候 确保这个枪支平衡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你脸盆里面的水 没有波纹不动了 说明你的平衡点 找得非常好 虽然缺席连队的 各项比武考核 李峰却没有让自己闲着 也利用这段时间 自己充充病 为以后各小工作 也做个准备 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不要天天想着 自己得了这个病 怎样怎样 随便推支 尽管岁初 只是为了给自己 找点事做 可是没想到 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我报这个法律的本科 主要就是在我的工作中 我感觉我能用到它 对我们中队的官兵 遇到家庭 包括个人遇到一些问题 我都能够 有一些有效的 应对的方法 那段时间 李峰自学 拿到了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 法学学士学位 通过了国家三级 心理咨询师考试 他一边学习充电 一边做恢复性训练 虽然每前进一步 对李峰来说都不容易 找到他们 我们这个快乐的园群 当时也并没有灰心 我也在挑战 自己身上的这个疾病 我也在向病魔旋战 一 二 三 四 四 李峰开始慢跑 并逐步加大训练量 后来他干脆甩开大长腿 尝试着跟战士们一同训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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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经过了半年多的这种运动坚持之后呢 到了年底 我已经达到可以随队参加考核的这么一种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李峰的体能逐渐恢复 就在他重新找回了自信的时候 李峰所在的中队 接到了外出维稳的任务 本来这项任务 是应该由中队的军事主管担任的 但是15年那年呢 由于年度工作安排 我们中队的队长 他要担负参加总部比武的任务 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不上 谁上 我又喜欢挑战这种难度 越是难的事情 我做起来 越有动力 越有干净 经过慎重考虑 李峰决定带队出政 因为对于他来说 走上战场就意味着特战梦实现了 因为任何一个军人都渴望走上战场 我们中队门口也写了一幅对点 就从这里 下一步从这里走向战场 其实我们明明军人呢 都是在为上战场做着准备 养民签认 用民的事 正是这样的信心和勇气 让李峰在反恐一线 可以英勇果敢的指挥作战 带领特战队圆满 圆满完成任务 在这种实战情况下 处置情况 都有或多或少 或轻或重的战场应急反应 就是说战斗结束之后 我还是运用了 我的心理咨询师的学到一些知识 进行一些更为针对性的一些心理一些辅导 心理一些概念 任务结束 但指导员李峰的工作 却还没有结束 在他看来 走上战场 他要当冲锋在前的指挥员 战斗员 而走下战场 他也要成为战士们的知心人 只有这样 面对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 他才能带领队员外 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 只有敢做男士 才能成就大事 在李峰的培养下 中队先后有33名战士考学题干 被招录公安特警 5名战士被武警部队评为反恐特殊人才 授予事关优秀人才奖 李峰告诉我们 中队马上又有一批老兵要退伍返乡了 希望这些曾一起战斗过的战士们 能够不畏险风 义无反顾的再启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律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我军首支女子特战连 为您讲述一个从淑女到精兵的故事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特战训练 危机四伏 她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瞬间 岗位调整 从零开始 她如何带领新兵完成蜕变 军委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讲书真 这个女兵有点狠 娇小 文静 腼腆 这是我给外人的第一印象 胆大 豪爽 霸气 这是战友们对我的评价 我叫蒋书真 浙江开州人 今年26岁 现任陆军第38集合军 某特农作战旅 女子特战连牌照 书真这个名字 是当过兵的父亲为我娶的 意思是温柔贤淑 视若珍宝 来 都紧了 小心点啊 只可惜 追随她的脚步踏入军营 我便离她的美好愿望 渐行渐远 从地方的体育特长生 到一名普通的通信兵 从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兵 到陆军首支女子特战连的带兵人 八年的时间里 我一次次突破自我 迎接挑战 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 留下了无数的伤疤 也收获了人生的宝贵财富 很多人问过我 当特长兵那么苦 为什么还能坚持那么久 我想说 读到极致之后的那种甜 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战场上没有女人 只有军人 我是特战女兵蒋书贞